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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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裡有羊狗 它有名字嗎 有 狗子 就是很土的一個名字 但是它很可愛 第二章呢 我想的是 它這個小狗薩摩耶 之前養過一隻太底線 家裡是一隻很大的薩摩耶 第一次把它帶回家的時候 也很不熟,但是很可愛 我就想抱它 但它跟我不熟 就直接衝到我家門口的水池裡去了 但是我不怎麼揮畫了薩摩耶 我覺得畫得跟獅子好像 畫得好醜,就像一個小魔鬼 這個畫得不好看 他說不像誰三個鬼 是嗎 那我先畫下一個,再畫點 畫得太不像 然後下一個要畫的是一個 一個 一個雲彩 但是它就是,它長了腳可以跑 這是一個長了腳的雲彩 因為我們平時它最好的朋友也是太陽 但是它每天都在天上飄著 它就覺得很累 然後它就想 想說不行,我得長腳,我得跑 它就跑到了地上 它就跑到地上去 在地上就認識了之後的那些什麼朋友 什麼小獅子之類的 然後它就跑到地上 有些地方,比如說什麼太乾了 它就下點雨 然後如果太曬了,它就遮住太陽 就是很善良 很善良的一個雲彩 就很善良 然後很溫柔 因為它就可能乾旱的地方它會降水 如果是太熱的地方它會遮住太陽 然後所有人看到它都喜歡到都想抱抱它 因為它很軟 就是把它實質化 就像一頭棉花糖一樣 就可以抱抱它 那我這個就畫完了 好,然後 然後我下一個 我想畫的是一條龍 這是一條龍 它是跟剛才你畫過的雲彩是朋友的吧 對,應該是朋友 就是它是一條龍 然後它是老在天上飛的 所以地上的人是見不到它的 對,然後它可能跟雲彩也是朋友 然後他們就相約說要到地上去玩 但是它到地上的時候 所有人都很害怕它 就覺得為什麼會是龍 就很恐怖 但是因為它是一條龍 它很可愛 它就也很善良 跟雲彩一起去做善良的事情 然後後來大家都喜歡上他們了 它也跟獅子就成了好朋友 就是這樣 就是想說就是 可能龍在大家觀念裡面 是一個比較兇的 比較吉祥 或者是比較遙不可及的一個角色 但是想讓它就是比較平 就是讓它也和普通人一樣 變成平常 就和大家平等地做朋友這樣 嗯 在我的腦海裡 其實我從看過動畫片 所有的卡通都是 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吧 讓你看到的時候就會覺得開心 就會覺得忘掉了一切煩惱 就是感覺看著它的生活 就是 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 自己也想進入那個世界這樣 嗯 然後其實還有一個薩摩耶 我就不會畫了就 沒關係 它會幫你嗎 好 你已經叫了 謝謝薩摩耶 我們對妹妹一起散退 所以 沒有關係 哇 可愛 可愛